今日最新重磅!纳吉这次无地自容了!快看!纳吉保证国阵再来借大选不会,玩臭!结果网民愤怒大骂,人民不是白痴,个个神回狠狠打脸纳吉。 纳吉大选无法作弊论引回想!网民,坦荡荡就该允许国际组织监督大选。 大部分用户质疑纳吉指大选不存在作弊空间的言论,更甚者还斥责首相的这项言论轻视人民智商。 但按照,透视大马。 我国社交媒体用户认为,首相纳吉既然称大马选举制度无作弊空间,那么就不应该害怕让国际团体监督第十四届全国大选。 大部分用户质疑纳吉指大选不存在作弊空间的言论,更甚者还斥责首相的这项言论轻视人民智商。 纳吉昨天与巫统总部主持巫统最高理智会会以后指出,相较前首相马哈迪掌权的时代,我国现今的选举机制已改善许多,国阵难以在大选中作弊。 纳吉此话是为回应希望联盟近日寻求欧盟国家派员监督我国第十四届全国大选的举动。 西蒙在马哈迪的带领下曾在上周与欧盟大使开会,会面中提及选举委员会不公的选区划分。 脸书用户沙布丁,沙布云丁·沙布云丁,表示,如果诚如纳吉所言,来界大选不存在作弊空间,那么政府就应该欢迎国际组织监督大选程序。 为什么他会反对,说西蒙和欧盟大使的会议是,在野阵线,继穷,求助外来势力。 网民亚当,Adam O'Kill,亦有同感,认为纳吉应该允许国际团体或任何人观察我国选举作业。 另有脸书用户杨祖伟,义音,周围尔,把纳吉的言论比喻成自称无法顺手牵羊的小偷,网民谢新贵,义音,Chising Kai,则斥责纳吉不应低估人民智商。 谢新贵在脸书贴文上表示,选区划分不均和杰力荣源对我而言就是作弊,你帮我,我帮你,对我而言就是作弊。 拖延西蒙注册标记的手续对我而言就是作弊。 竭力荣源意味不公平的选区划分方法操纵选举,致使投票结果有利于某方。 推特用户Atezin,Hazen表示那级的言论和现实状况不符。 选民名字不见了,地址也混乱,选委会重划选区,而且明显地拖延选民登记作业。 这些不都是为了让巫统获胜吗?另外一名推特用户。 AtmodeCity,Omar一口同声底表示,纳吉说选举制度透明,无作弊空间,但选择性选区重划不就是作弊了吗?选委会不是如同发放执照给巫统国阵自救。 推特用户Atezin,92点出,纳吉双眼巧语的技巧比美国总统特朗普还高明。 忘了特朗普吧,纳吉才是双眼巧语的制高者。 西蒙领袖于上周四,25日,在吉隆坡集体会舞欧盟驻马大使马利亚菲南德斯,14名欧盟成员国大使及三名代办,并促请欧盟向首相纳吉施压,确保第14届全国大选在自由及公正的情况下举行。 纳吉隆后针对此事表示,若选举真的如他们所说般不公平,为何22年来都不投诉?我们现在的大选制度比之前的更好。 他们要引起争议,要挑起人民的不信任,说这个制度不公平。 但是,正是这个制度让他得以当选,这个制度为我国带来繁荣。 净选盟20的委员杰杰,JJ丹丝,透露,选区重划如同光天化日下的截夺案,作弊早已发生。 选举委员水利署首相署。 选委员水利署首相署。 选委员会没成功,通过选区重划,坐地是因为人民表达了心中不满,还把死案带上法庭。 纳吉要干净的选举,就别把选区重划的案子带到国会里去。 我国222个国会议席中,有128个受选区重化的影响 时评人点出,这项选区重化不但会给国阵带来更大的优势,还会严重影响雪州西蒙政府的胜算 雪州是我国最富有的州政府,国阵自2008年失去雪州政权至今,马上转发